这里可千万不要再转牌或者合牌中队啊 只要中队就是大问题 那完了 15万元大奖赛来了 零报名费 详情请咨询邮箱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哈瑟克森尤雷 官方中文解说乔治给的带来的是 今天是24时的 手牌进行解说 这里第一手牌 好吧不多说了 这里石钩砸色在小王位的三百 被四四选择尽住 这里Victor在装位有力位置 四四击中一手 石钩砸色这个牌 小王位的这个三逼 其实整体而言 比较松啊 这个周尼不知道是不是从 这个 哥哥Brandon那边学来的 这个传说中我们家打牌 最好的那个人啊 这次四面对这个面 这个面其实是可以选择快打的 这里Victor果然直接做了一个标准的三倍瑞斯 因为这个可以圈四的面对手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支付自己牌 包括在三百范围里的AK啊 一圈啊这样的这样的概念 有意思的是石钩正好是这里一个可以玩的范围 转牌一张三 转一张三没有什么的发展 石钩在不利位置过牌 转牌过牌四四这里应该不能停啊 这已经在检查对方后手了 检查对方后手对方后手八千 这里需要打一个两千左右的size 就可以把对方打套 一个半直下注盒牌基本上就套住了 这一两千三打下去 转你这个两头摇还买吗 这里转你选择all in 那这里Victor拿出自己的set秒接 这里双方已经决定好发两次啊 发两次这里转你还是有很大的概率 收下一次吧 第一次没有 那得看第二次了 第二次成功发出了一张A 这里其实这个石钩杂色在小王位的三bat 本来就已经是比较松了 其实可能更多倾向于是在翻前的这个情况下 能把持抢下来 这里 Anthonys K四方片再加一位置的开始 彈勾勾勾 这里66也混进来 这里K四要不也来呗 哦 这里 三人的一个三笔底持 翻牌 三七圈这个面 这里这个面上其实勾勾还是我觉得比较能够C出来的一个面吧 转排一张同桃四直接就是 这买卡同花顺了 自己虽然中了个六花不够大 但如果对手在这里选择开枪的话 那这里勾勾秒气 这里Anthonys中一个四项偷一下 那我觉得这里66你无论如何 要么这里就弃牌了 要么就是再也不弃了 我说实话 因为你合牌自己后手又只有2200了 合牌中一个set 没有用 这你check以后 Anthonys直接开牌 Anthonys甚至是跟他说我有一队 这66说我都不用用队给你打 我都不用用花给你打 我合牌中一个六都比你大 RonyAA 这以C有加一位置可以勾砸色的Open 被小盲位的RonyAA做加注 整理而言大家今天的size打的都比较的 比较的标准吧 我觉得 那翻牌 翻牌这个面上 可以勾有一手买后门花的和前门卡顺 如果选择一个三分之一的下注的话 这里应该是比较轻松的KG就可以扛住 但是如果是半尺的话好像就不太舒服 因为自己如果选择去Float的话至少要Float两枪啊 很难说转牌一下这张10就卡到了吧 转牌变成重队买K花 选择过牌 自己要借着这张勾去偷吗 还不错 自己现在这个牌得了不错的权益了 可以开牌的同时 合牌买中了一个卡顺 那合牌总是得拿价值了 对手如果是单张方片A应该转牌也是不会停下来 所以对手这里唯一可能输的牌 会理解是对手是一个AK吧 但是自己拿一张K而且在转牌上自己有更好的听牌 对手在这里有大量的圈的价值可以支付 对于AA而言如果转牌选择了控 那合牌出了这个牌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购吧 就出更干净的牌如果对手induce toe的话 其实可以选择call 但是这个牌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 对手所有的勾圈石勾 都在后门击中 翻牌的石勾的两头 然后转牌变成重队 听顺合牌到两队 太多反超了自己的牌 这里Rony也是不情不愿 但是价格合理 还是要支付 这里Zio也是比较的谦逊啊 说我就是运气好运气好 别那个太神像 对吧 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牌桌上 不要太那么那个话怎么说 不要太那么登喝的 其实人家就觉得 哎呀我有时候舒服一点 就支付你了对吧 你老是特别登喝的话就不好弄 那这里Zio也是一手A8红桃 在三毛位置选择补齐以后 进来击中一手买花 然后你有一手买K的后门花加顶队 这里第一枪毫无意外的扛下来 哎呦这里转牌 直接买到那次啊 而对于Rony而言 自己也并不是特别抗拒这张红桃 自己现在变成一个顶对手可以花嘛 选择在一个1000左右的底池里面打出一个重注啊 对手这个下注显示的牌就比较强 所以是可以把对手放在有很多的K红桃上 Zio用自己的A花去寻找对手的价值 寻找对手不管是成牌还是听牌的价值 这Rony能不能做出一手好负呢 对手在讲自己是花的故事 对手肯定不够用了 甚至合牌发个顺也肯定不够用啊 尻下来的话 底池会来到5000 自己的后手也就和底池差了不了太多了 还选择尻 那尻下来 那合牌要是发出一张红桃将是毁灭性打击啊 好在合牌没有发出红桃 那这一次有 有几种选择吧 第一种是induce一个小注 让对方去偷 让对方来反手打回来 但是自己在转牌已经做加注了 所以这里其实更好 还是打一个比较极化的下注 至于Rony肯定 原来就是想买个K花嘛 买不到就拉倒了 自己也知道不可能靠顶队赢啊 这里Victor 嗯 你用圈八砸色 反手给 Johnny的A圈推了 这个圈八砸色这个 这手牌是不是一个比较差的bluff hand 不阻挡的呀 不阻挡A 不阻挡A Johnny这个A圈也是很硬啊 他没想太多就扛下来了 哎呦翻牌 翻牌有A有8 那现在这里发圈不行了 只能发8了 呃第一次没有 第二次得发8 那已经没8了呀 感觉哪里有一个8很难发呀 呃 这已经Pretips了嘛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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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分钱 这转牌也是无限强啊 自己 有一个买花的奥子 很多的 这里是 是有用七八砸色选择的防守 所以 勾8 红桃的开持 翻牌有一手两头腰 勾8红桃的卡顺 那卡到10 就炸了 C 又 面对这个下注 应该是扛住了 转牌一张2 转牌 双方都过牌 合牌一张草花石 虽然到顺 但是前门花到了 对C 很尴尬呀 自己两头要摇到一个棺材板 不过合牌花到了 对手敢打吗 我这里C 有合牌的一个 接近满池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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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顺了 很难不支付啊 就 输花 我到底要给他 真的 Они 不太好被打掉 我说实话 他这个牌 对手有花 真的也就支付了 真的也就给了 自己买卡顺盒 买到这个牌 也不可能因为对手一说啊 跟你讲花的故事你就信吧 这里C有三盲位置 K9红桃 选择去挤压了这里大盲的Johnny 翻牌几种顶对 双方都过了这个翻牌 转牌到花 翻牌由于大家都没动啊 这里Johnny应该是有不少的舞台 但是是这样的 这里虽然倒花了 也不意味着你打出来就有花呀 C有靠下来 抵持迅速来到了五千五左右 合牌单张倒花 这个对C有来人却反而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Johnny在转牌上 其实可能偷的概念还是多的 还是有很多这种单张方片的偷 想借着这个牌面打出来 但合牌这些组合全都到了 合牌打了一个三分之二的重注 但Zio的视野里面要想对手偷是什么 对手是完全没有任何开牌价值的牌在这里连个队子都打不过 对手在大忙卫开 自己的挤压 对手扛住 会有一些K这样overplay吗 甚至他抓机的时候这个K还要担心一下自己的踢脚 主要翻牌没有行动 其实是一个很致命的点 由于这个翻牌完全没有行动 让Johnny的这个范围变成了一个很难以捉摸的状态 但这里Zio还是选择了抓 这里真是好抓 说实话最后这个合牌的单张花已经是很有可能把Zio打掉一个牌了 但是如果Zio认为你纯粹就是借着面在纯偷的话 但这个抓我说实话长期下来风险很高 转牌我觉得跟住没什么问题 但合牌有在上去吧 所以一个多人的open底持目前55是最好的牌 如果你有一手重抵对 买后门纳斯花带一个高张 那按这个说法反正Johnny也是差不多的东西 对吧 但Johnny不玩 你可以走 转牌高张 高张没有用 这个面上只要发高张对于无误而言都是相当之安全 如果你在转牌打了一个700 对一个1200底持半持下注 跟你讲是7的故事 但其实这个7的故事是不好的 因为如果你是7你看到这张圈 虽然你也知道这张这张牌大概率不会击中对手啊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自己7有开牌 反而在转牌不会动 可能在合牌会动 继续过牌 这手牌 这手牌 2600的底持打1300又是一个半持下注 这55不太能for给一个半持下注 我觉得 这是一个自己零打转零打翻牌 然后连续去跟住转牌下注的这个动线 这个动线上对手强牌不多的 这里55还是选择相信了这个7的故事 但我真的觉得这里其实不像7 从上帝视角来判断的话 这里7的故事讲的是不太完整 这里7的故事讲的是不太完整 A勾杂色只是去call了 这里A勾杂色只是去call 那里就去弹 用庄位的有力位置去做了一个 啊 庄位的有力位置做几 翻牌直接来个AA 那这个翻牌就是属于 如果你翻前范围领先就大幅领先的牌吧 那谭觉得说我自己在庄位做了一个几 是不是我的范围就更好一些 对吧那我就给你讲这个故事 结果踢到对手一张钢板 这里可千万不要再转牌 或者合牌中队啊 只要中队就是大问题 那完了 那完了 但是好消息是转牌 大家都没动 合牌 如果你也不动 那谭说我能开牌 这里很标准吧 对手能够扛住自己这个牌 也不用再去找这个Ki的额外价值了 自己这个二能赢的牌就能赢 输的牌就是输 对Vincent 对Johnny的Ki和Seo的3Bat 这里大忙位的AA 嗯 4Bat打出来 这Johnny 没投入 走了 Seo在有利位置 用4-6红桃去call了这个 哇 哇 哇 这里 这AA 这能扛得住吗 在这个面上 3200 直接被 直接被Seo反手推啊 这里 Vincent 好像对这个战力游戏的规则还不是很确定啊 就是 你发两次的话 第一次赢的人才是赢那个按钮 但是如果 第二次赢的话 哇 这里奥斯茫茫多 但是奥斯茫茫多 但是奥斯茫茫多 但是就是发不出来 OK 这个其实就是翻硬币了 哇 这发不出来是不是有点难 哇 真发不出来 哇 翻牌圈跟AA其实是五五开的 这里 Rony也来了 Ace King只是去call这里Ace Jack的加注 结果被Johnny进来脏到一个K2两队啊 自己这个AK 倒大没 AK咋整啊 这Vincent用自己的范围优势在一个King High Board上进行持续下注 Rony AK扛 Johnny一看 你一打一call是吧 自己这个K2两队 急待保护吧 我觉得 这里是不能 去call的 那Vincent的这个A勾不用想太多 我觉得 这Vincent只要一跑 这Rony怎么办呀 这顶队顶踢 很危险 而且自己在翻前又是隐藏牌力的人 哎 你说要是自己做个300的K2打进来的呀 所以这就是深刻行动的告诉大家 在不利位置的AK啊 真的不要在翻前没事去蹲 因为这是个三人抵持 还不是个单挑抵持 完了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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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Johnny也不跟你废话太多了 直接给你出发了 对吧 那你这个牌 我觉得AK再推回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这第一对手是不太会想象你是AK这件事情以外 在一个三人池里面做出这个check race行动线 一般来说是非常强的 多了个5 哎呦 拿下一次 哎呦拿下一次 这只要你一下就上头了呀 无语大无语事件 大无语事件 大无语事件 看转牌 转牌一张圈 那现在又多了四合圈A的奥次 OK 双方分前 这个AK 这样活了下来也是很难想象啊 C有79草花 感觉C有在这个尺度的局里面有点游刃有余啊 四七红桃 相同意思 这里勾七黑桃和一手勾圈杂色全靠进来 哎呦 四七集中直接击中一个敌党队嘛 而且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所有人都有七呢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发出一张七 也很抽象 C有打一枪 在一个有A的面上 这里四七居然不选择加注啊 怪怪的 哦呦 这里 转牌就被返超 而且这里 这个转牌 四七变成两顿买花 你说 这可咋整啊 哦这里又是靠也不加注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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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Dunner 不太懂 哎呦 盒牌买到了 后门花 到了 完了 看C有这里 你 咋整啊 能省多少钱呢 可以打一千一 也不加注 哎 这个Dunner 这个打牌感觉很和善啊 很和善啊 真的感觉很和善 这个后门花中了他也不去再额外的要一些价值 那 感觉现在大家的这个马量好像都差不太多 是不是其实没什么变化呢 那Zio应该是赢一些啊 最后看一下这个水表 看看这个Johnny的翻前加入率 这个VTIP率是真高啊 呃 这个Johnny也是这个翻前加入率最高的人 整体而言 感觉今天大家打的都比较的收敛啊 都不像大家 之前这个五十一百的局上大家比较狂野啊 那今天的起景就到此为止啊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 拜拜